大家歡迎來到簡單人生的明日之後改版介紹 首先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改版資訊 那全新的時裝無謂崩華上架 這套時裝看人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再來雷射幸運寶箱上架 那開啟之後會必定獲得100新筆這個就 隨緣了 還有我們的新的家具也會開在這個寶箱裡面 等一下再帶各位去看 然後初冬禮上架 藍沙考慮禮上架 7日全景獎然後跟雙人集訊這個很基本的啦 再過來比較重要的改版 居民委託會有新的需求那這個等周末我們再來看一下 兩條任務限制有轉換 那這個是一樣那357 10會有額外獎勵 獎勵變豐富了 以前只有5跟10有那現在多了3跟7的任務也會給獎勵 那其他的改版副本難度 調整喔 判兵不會有連續麻痹效果 不會再連續麻痹性孫症那這個應該是 難度降低啦小幅度降低的判 普通傭兵和判徒 還有橄欖姐的血量 那提升了拿他想的血量 不過這邊的話 低莊園因為畢竟黃沙我覺得他設定在10莊左右 那以目前AK跟2M4的活力來講 其實要手拿他想真的是不是很好收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把黃沙必哥的副本難度整體降低 那修復白術工廠 的 NPC bug 這個是軍團長無敵跟找小兵 那這個已經改掉了等一下帶大家看 那黑尼澤BOSS 被木柵欄卡住之後不能攻擊的問題這也改掉了 但是黑尼澤的 BOSS的AI 難度我覺得他有降低這個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然後 最後修正了拉文士醫院這張BOSS被拉出光牆的問題這個應該是 之前有BUG把王拖去給火桶 燒的問題那這個BUG也改掉了 然後勢力戰之後人類陣營跟感染者陣營的分數增加更容易獲得100點 這個的話雖然說更容易但是他是把他整體的 需求量上升 獲得點數量也上升這個等一下 會給大家做示範 好那修復了海島戰役中冷兵器或許戰鬥手電度過高的問題 降低了 南溪娛樂模式部分任務難度這個的話像有些 火箭炮一次轟到5個人吧然後巨箱爆頭這些應該是有點 降低喔 那配方專研新增的特級護目鏡 嗯 哇這個不錯 現在調整了不明生物刷新的 制度那同一個時間不再會有多處的不明生物刷新 這個還不錯這個還不錯 好那最後是 加尾製程購物 上架的物品單價跟總量有做調整 那 AT的模式有改變喔然後最後是調整了配方研究台 合成 預覽的顯示而已喔 那優先顯示為擁有的配方 好那接下來就來看一下我們這次改版的一些實質內容吧 首先我們來看改版實裝喔 改版實裝在拱狼界裡面的實質外觀喔 我們現在看五味風華這一套吧這一套 呃霹靂加聖咪 真的很不錯啊那至於 實質要不要買呢 說過囉看見仁見智喔 那這個實質專屬我個人覺得動作也還不錯啦 至少沒有一些奇怪對話有的沒有的 好騷啊這套 這個不買好像對不起自己喔 那另外一套是我們的 雷射先鋒雷射先鋒這一套的話只能在轉蛋裡獲得喔 這個動作真的還蠻 閃亮亮的不過這套實裝 看人啦見仁見智我個人是沒有這麼喜歡這套實裝的感覺啦 還是一樣啦 那這東西在轉蛋裡的話我覺得CP值沒那麼低那 這次的改版他的實裝啊抽的實裝有個特點就是說 他這次是有保底機制的什麼意思他抽 100個一定會給實裝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怎麼不小心身上就多了一套實裝呢 這套實裝這個CMV真的是 可以啊可以啊我喜歡我喜歡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是改版的新禮包 好那在優惠活動這邊喔 首先有多一個 鐵拳金剛幸運禮盒 那這隻鐵拳金剛強在哪裡呢各位這個鐵拳金剛 來他的顯示是說 財產保護效果 呃 武器和衣服不再丟失 死亡後武器和衣服不再丟失 裝備耐久消耗 什麼意思你死亡之後 選擇復活 你的武器跟衣服的耐久度是不會減少的 但是對帽子和護盾不會生效 這東西其實改的 非常可怕 尤其是現在夏爾真霸要開始了 那會出現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 呃你們夏爾在衝中轉的時候你只要穿著 衣服跟 榴彈 那去衝對方的中轉 基本上你不管怎麼死 你的武器和衣服 裝備都不會消耗 那這個在 爭霸手中轉上面會有個非常強勢的點檔 你們只要在復活點丟擴散器回血 或者是搭配丘腦藥劑使用的話那基本上可以無限的衝中轉 那中轉藥手會變得非常非常難熟 只要有這個鐵拳金剛之後 那這個也是 爭霸改版最可怕的地方吧 那至於在動盪支撐上我是覺得 在打架上你去動盪支撐或是遠行程 比較有差別 那如果不打架的人我覺得還是可以選小馬就好了 那也像我說的啦這個調是 未來一定會越改越誇張 這個是絕對跑不掉的 那另外另外我們的雷射幸運寶箱 那他這邊的話 有講每購買次數會200次 但是只要累積99次一定會獲得實裝禮包 那這個禮包是獲得之後是可以送禮的 什麼意思你可以充滿200次之後 你會獲得兩件實裝 一件支用一件送人 那這個就見仁見智啊 看不要不要買了 再過來我們看一下 交易支撐 他這邊 那你買負數商品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 單價是多少 那 總價是多少這邊會有額外的標價顯示出來 那這個在於買 負數商品的時候 CP值 不算是CP值 你要買負數商品的時候 那你可以看到單一個的單價 那這個算是一個不錯的不錯的改版 我們的 配方台 那我在配方合成這邊看一下 應該是合成總攬嗎 對合成總攬這邊會顯示說 未擁有跟已擁有 但是你可不可以把未擁有的東西機率調高一點呢 抽不到就是抽不到啊 各位像你看我這邊 已經抽成這樣囉 我短管的點藏沒有抽到 那 KSG的點藏跟學弟也都沒有抽到 然後最後我們的 DRS的學弟跟我們N90的學長版 抽不到就是抽不到 真的沒辦法 感謝我們Suda大大提供 這邊給大家看 新壁紙跟新地板的樣式 有種海洋的感覺 之前那個算比較 床間太小了 對啊 之前那個比較像潛灘 這個比較像深海 喔這是新壁紙 新壁紙跟新地板都會有動畫的效果 就看各位喜不喜歡了 高地工廠的經關長確定不能再卡8個人 一定會招出小怪並且無敵喔 可惜這邊沒有錄影到 所以抱歉抱歉 不過過圖的動畫已經有做優化 現在只要人到齊會直接進入王關 你應該要問李子吧 李子應該比較需要 呃沒有他就是掛著救援 死掉都會動 屁股喔 我就對了 可以 他整個復活他是死掉的時候 你回去不知道在什麼 是嗎 我幫我把這個放下去 對他是不是要打架 你用不要太動 不要放過我們就知道 是嗎 對 我幫你把他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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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話是 不好意思 教授 我幫你把他放下去 你把他放下去 你一直把他放下去 你把他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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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我們的 黑泥網喔 不用 柵欄卡的話 要怎麼打 那他這邊AI有稍微做修正 不過整體來說我覺得 沒有打到這個 沒有打的 有丟丟丟 操地板就最好打的時候 沒有沒有 我想說兩條解會下錢 下錢了 母鸡母鸡母鸡 哎呦在某一顆還是有 這是今天的改版資訊內容 如果有其他的遺物 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簡單人生 我們下次再見